中逢23年30幾天 和平平衣承認的記者 國際喬牌社外傳和平歸來協助 選擇以中華社團為拍片的中境 其中很多位主角 包括柯宇倫、中堯 還有客廠恩出的知名網紅波特王 和台北九現場共享新紀開競儀式 簡單兩中的開競典禮 選擇在社團平衣 南平衣庫門口記憲 社團醫療替黑一直表示 希望藉著這齣戲 讓大家知道以後另外的辛苦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台灣的殺死過程的歷史 這麼在疫情期間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透過一個比較戲劇性的 手法呈現讓大家可以重新理解到 當時的一些情況 然後讓大家可以關心這個疫情 跟醫護人員當時的一些辛勞 這裡有名的一齣戲來競化拍片 關於會議長夏丹林 也提供很多援助 其他可以借到這齣戲來行銷競化館 感謝知名劇組來到彰化 然後把這個彰化的一些東西 都帶到這個國際喬牌書的劇情裡面 然後讓更多人了解彰化這裡 能幫忙真的是非常開心 那也謝謝秀團來媒介這個機會 做一層這齣戲在彰化秀團 已經開始慶祝 今天的開展已經死了 各位重要演員也要繼續錄影 在運營的期間接受好問的時候 也都很期待這齣戲 最後能夠完美庭圈 那在這個疫情期間拍戲 然後尤其在醫院 你們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能夠在 呃...貴家族的這個秀傳醫院 非常棒 而且那個環境優美 空氣好 然後品質又好 演這個角色有一個很大的責任 是真的要把 就是不管是現在經歷過 或是過去經歷過SARS醫護的心情 就是有一個重大的責任 我們要把它表現出來 團隊是真的很用心在製作這部戲 那當然也希望 我們大家也會很努力的去 呃...詮釋 希望我們可以做得很好 教祖靈願表示 這齣中現兩千空三年 三十幾間的戲劇 屬於擋養很多專業的醫療設備 真感謝中華修團的協助 中華六月的戲劇 已經在今年十月 第壇到大家記憶 到中華新聞中施力 中華蔡鳳莫德 大家